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着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这样 我比较习惯称作这样一个Path里面的匿名函数 叫做Number的表达式 但是很多地方的教材里面 还是把它叫做匿名函数 那么我还是说Number的表达式 那么大家知道 它代表的是Path里面的匿名函数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刚好趁着讲Number的表达式的时候 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Path里面的三元表达式 好 因为三元表达式在Number的匿名函数里面 用的是比较多的 三元表达式并不难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表达式版本的if else语句 我们之前学的if else 它应该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条件控制语句 但是我们能不能用表达式 这样一个比较简洁的概念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条件语句 可以 这个就是三元表达式要做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有两个数字 分别是xy来代表 那么我现在需要你根据xy它们的大小 最终决定这样的一个返回结果是多少 比如说x如果是大于y的话 那么我希望整个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应该是取x 否则的话应该表达式的结果应该取y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看一下用三元表达式 如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 那么在说三元表达式的python版本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这样的一个三元表达式是如何来编写的 因为python的三元表达式和绝大多数的语言里面的 是稍微不同的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三元表达式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表达 应该是这样的 x大于y 好 这个是条件判断 那么后面紧接着是一个问号 如果x大于y的话 问号就表示如果 如果x是大于y的话 那么直接在问号后面写x 然后否则的话我们将返回y 好 那么x和y是两个不同的返回结果 它们之间是用这样一个冒号分割的 好 我们再重复一下它的意义 公号前面是判断条件 x是否大于y 如果x大于y的话 返回这样的一个x 否则的话 返回y 好 两个不同的条件返回结果之间 是用冒号相连的 那么这个就是在其他很多语言里面 所通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三元表达式的结构 好 那么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Python的这样的一个 三元表达式版本 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逻辑问题 好 我们先用尾代码来写一下 Python版本的这样的一个三元表达式 好 Python版本的三元表达式 第一个是条件为真的时候 我们要返回的结果 好 完了之后 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是关键字if if后面要接什么 要接这样一个条件判断理据 好 条件判断 好 然后完了之后 是else else后面加一个空格 然后else后面接的是条件 为假的时候 条件为假时就上回这个 好 这个就是Python版本的三元表达式的尾代码 好 那么有其他语言基础的同学可以对比一下 其他语言里面的这样一个实现版本 和Python的实现版本 它们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们习惯了其他语言里面的这种 比较经典的写法 因为很多语言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写法 你可能在写Python的时候 我们略微有一些不习惯 它这个确实有一些怪疑 它设定 好 我们完整的用Python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 首先Python它是条件为真实的返回结果 对不对 条件为真实 我们返回X 好 紧接是一个EV EV后面接这样一个条件判断 我们条件判断是判断X是否大于Y 好 紧接的是else else后面需要紧跟条件为假时候的返回结果 好 那么我们条件为假的时候应该返回Y 好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代码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只是一个表达式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代码 那么我们一通常来说的话 我们对一个表达式 是需要有一个执行的结果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用R 这个变量来接收三元表达式的磁性结果 好 然后我们简单快速的验证一下我们这个三元表达式的结果 我们把结果R给打印出来 好 然后我现在给X负值2 Y负值是1 好 我们猜一下这个结果是多少 X等于2Y等于1的话 X是大于2的吗 X是大于Y的吗 X是大于Y的 所以说判断的结果是真 所以说它要返回异附前面的X 所以说结果是2 让我们验证一下 哪里出错了 看一下 这里 我成为这里给注释掉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2 和我们猜测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 X如果是1的话 Y是3的话 那么现在1是不会大于3的 所以说X大于Y是假 它就要返回Y3 好 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好 各位同学 那么这个就是PASS里的三元表达式 那么最后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 三元表达式 经常是可以用到 用于我们的NEMP的表达式里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三元表达式 是放在这个章节里面来讲 因为三元表达式的本质 它还是在表达式上 所以说NEMP的后面 非常适合 去用这样的一个三元表达式 来编写一个简单的 if-else逻辑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